蓝莓六国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 近日,绿色蓝莓计划,蓝莓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圆桌对话在北京举行 专家齐聚共论蓝莓环境合作话题 蓝莓合作启动以来,在众多领域取得积极进展 成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 当前,蓝莓国家共同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挑战 期待进一步加强区域可持续基础设施合作 什么是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用一个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吧 就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包括环境保护之间的一个协同治理的基础设施 除了传统的这种我们说的硬件基础设施,也就是传统型的基础设施之外呢 其实还有像软联通,贸易环境 环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叉性的科学要素 其实它是跟发展议题密切相关的 其实现在主要是三个大的核心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有海洋垃圾 每一个国家,其实我相信都在考虑 那如何使自己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去有弹性,其实有韧性 然后能够适应现在整体的这个气候的这么一种变化 如何助力各国气候任性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蓝莓环境合作 专家们认为,可以从资金投入,知识共享,项目示范等多方面入手 蓝莓六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样实现公平的,更加有效的转型 怎么重新调整我们的经济能源结构 财政和金融的支持 支持我们的更加任性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支持这个电网的升级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等等 各国家应该开展战略性的合作 希望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方案可以贡献出来 十六个国家之间的话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 其实过去有很多人都在说 就是说,哎呀,那国际合作是否就主要是集中在对话和能力建设 但我相信其实蓝莓合作它闯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就是有很多小而美特别是强调People to People的这种社区型的项目 近年来,在蓝莓六国共同努力下 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共享平台 生态学校、气候使者等示范项成效显著 未来蓝莓环境合作也将更加深入 在去年南美六国外长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南昌江美工河国家可持续发展合作的联合声明中》 也提出了共建南煤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共享平台 在煤公河地区,我们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已经签署了合作文件 提供环境监测设备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我很高兴告诉大家 下周我们和老挝共建的塞色塔低碳示范区将正式的介排 这些举措将切实推动煤公河国家提升应对气候质上的能力 2022年是蓝莓环境合作中心成立五周年 也是我们第一期蓝莓环境合作战略的收官之年 我们还将继续做好协调工作 根据各国实际情况 确定未来五年优先合作领域和行动框架 拓展更多务实合作 助力区域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